都市爱情喜剧好好生活 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宝藏剧 刚开始还以为又是霸道总裁 爱上傻白甜的老套路 但继续往下看 却发现这部剧完全没有那么肤浅 说实话 一部都市偶像时装剧 能够取如此接地气的片名 就很说明问题 更何况 这部剧的收视率还非常高 在芒果TV开播13天 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亿 剧中有四位女主 性格迥异且拥有不同的际遇 这其中蔡文静饰演的《无忧》是公司白领 涂冰饰演的陆曼是附加千金 江炎饰演的苏菲是网红小姐姐 陈怡饰演的钱嘉一是公司高管 这个视频主要想给大家讲讲 钱嘉一的故事 因为她在剧中的遭遇 更具特例 非常值得探讨 相信看完以后 你一定会收获多多 被职场前规则的钱嘉一 钱嘉一是一家网络销售平台公司的市场总监 也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在她的世界里 事业和闺蜜就是她的全部 就在她自以为打拼多年 已经足以自保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钱嘉一的顶头上司 樊总没有给钱嘉一一点暗示 就约钱嘉一吃饭 在饭桌上 樊总直接拿出一枚钻戒 向钱嘉一求婚 这一顿操作 直接把钱嘉一整猛了 不过钱嘉一在职场多年 也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姑娘 为了不给樊总 刘一思的幻想 她没有一丁点的拖泥带水 直接拒绝了樊总 本来她以为 这件事就这样完了 结果他们吃饭的照片 第二天就在全公司传开了 钱嘉一的骄傲变成了劣势 官大一级压死人 此后在公司 钱嘉一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这对于钱嘉一来说 也不算什么过不去的坎 毕竟樊总在公司 也不能一手遮天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 就让钱嘉一遇到了 难以跨越的坎 钱嘉一因为开除一名员工 被举报到了女老总那里 女老总单独找钱嘉一谈话 本来钱嘉一对此还蛮不在乎 认为自己对公司来说很重要 但女老总的一番话 让钱嘉一的那份自信 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女老总说钱嘉一到了这个年龄 没结婚没孩子 本身就存在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如果钱嘉一再这样不稳定下去 那么接下来就面临被职场淘汰的风险 谈话后一贯坚强如铁 事事业如生命的钱嘉一 委屈地哭了 为了保住自己好不容易奋斗到的位置 钱嘉一翻开了自己的通讯路 想要随便找一个人结婚 可翻了一遍 却没有一个合适的 这时前些日子与钱嘉一撞车 并在大学时就暗恋她的林月达 恰时出现了 自带强迫症与洁癖的钱嘉一 在考察了一番林月达之后 就与林月达闪婚了 尽管在结婚之前 林月达明白钱嘉一找她是为了应付工作 但对此林月达依然高兴的不行 有一种美梦成真的幸福 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领证第二天 钱嘉一就带着林月达到公司发喜堂 其目的非常明显 那就是要让公司领导看到她的稳定 事实证明钱嘉一的决策确实非常有效果 她在公司的危机也因此解除了 钱嘉一与林月达的婚后生活 刚结婚时 钱嘉一与林月达是分床睡的 在这段时间林月达表现得非常好 给了钱嘉一充分的尊重与自由 钱嘉一也一度认为自己非常幸运 能够遇到与她如此合拍的男人 实属不易 但不久后 随着林月达大表姐的到来 钱嘉一与林月达开始了第一次的磨合 钱嘉一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况且大表姐和外甥还不是特别讲究 这让钱嘉一非常难受 林月达也明白自己没有提前告知 理亏就让钱嘉一降就一晚 一天后 钱嘉一回到家 发现大表姐和外甥还在家里 林月达又让钱嘉一再忍忍 给她一个面子 毕竟让大表姐带着孩子在外住酒店 于情不合 钱嘉一才不管这么多 一气之下 提着箱子住酒店去了 在酒店 钱嘉一认真审视了她与林月达的这场婚姻 也不知是对是错 几天后 钱嘉一在苏菲的劝说 以及林月达的道歉下 决定回家找林月达谈谈 一进门 她就听到了林月达和大表姐在谈论她 大表姐一直在说 钱嘉一很浪费 让林月达多管管 而林月达并没有认同大表姐的观点 还在维护钱嘉一 钱嘉一听后 对林月达很是满意 也顺便与表姐针锋相对的较量了一次 终于大表姐走了 钱嘉一也在林月达的劝说下回到了家里 这次大表姐的到来 对于钱嘉一与林月达的这场婚姻 也算是一次试炼 结果是林月达的表现还算不错 于是乎 钱嘉一正式接受了林月达 两人同房了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钱嘉一受到爱情的滋润 神清气爽 气色也变得不错 随着钱嘉一对林月达越来越好 林月达也开始尝试着突破钱嘉一的底线 那就是他想要一个孩子 但钱嘉一却对此没有一丝一毫的想法 为此林月达想尽了各种办法 甚至还找到拥有双胞胎的同事来现身说法 结果钱嘉一的立场很坚定 毫无所动 两人因为这件事理论了几次 每次林月达都没有说服钱嘉一 林月达正面强攻不行 那就只能搞背后袭击 为了让钱嘉一怀孕 他偷偷地将钱嘉一吃的避孕药换成了叶酸 但不久后 林月达的这一行为就被钱嘉一发现了 钱嘉一非常生气 甚至要就此与林月达离婚 钱嘉一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主 在他的坚持下 两人一起去申请了离婚 但正是离婚需要一个月之后 在这期间他们还是名义上的夫妻 对于钱嘉一与林月达来说 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都不是他们当初期望的 就这样 林月达从钱嘉一家搬了出去 钱嘉一因为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 结果被查出是卵巢早衰 意思就是 钱嘉一如果想要生孩子 就要趁早 否则这一辈子很可能不孕不育 有了这个契机 钱嘉一与林月达就又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佩服钱嘉一的 他如今所获得的所有 都是他不断奋斗的结果 至于林月达 他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男人 只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如果预测钱嘉一与林月达的结局 那应该是皆大欢喜 在离婚冷静期内 他们会改变主意 并且重新在一起 毕竟对于林月达来说 拥有钱嘉一就是他一生的梦想 他不可能就此轻易放弃 而对于钱嘉一而言 再让他在短时间内 找到另一个与他合拍 受得了他脾气顶性的人来说 几乎不可能 事业与生活并非不可兼得 也无需转急弯 好好生活 看似简单 学问可大 林月达和钱嘉一都需要活到老 学到老 方能让自己生活幸福美满 人生年纪尔